南豆县30到64岁青壮年族群 第三季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偏低 县长李明珍今天在县政会议中特别呼吁 希望这个阶段的县民为了自己以及家人赶紧打满第三季疫苗 卫生局局长陈南松表示 南豆县幼童5至11岁 疫苗接种率第一季为80.2% 而整体完成第三季疫苗的接种率也达到69.1% 仅略利于全国完成第三季接种率70% 可以说小的老的疫苗接种进度都还不错 但是青壮年族群接种人数应该再加油 我们南投县在第三季的这个追加剂的疫苗 我们打的老的跟小的打的还不错 但是最弱的呢我们是30到49岁这个族群 我们大概是全国来讲我们是倒数第四个县市 我们大概落后全国平均值大概四个百分点 其次呢50到64岁这个族群 一样也是全国倒数第四 一样也是落后全国大概3.6左右的百分点 所以这两个族群是我们重中之重 我们希望现在疫情已经倒到这个下半局了 九局半了 我们希望这两个族群是我们社会的中间 家庭里面的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如果能够把这个疫苗打满 他可以保护家里面的老年人 保护家里面的这个幼小的这个幼儿 所以这个族群是我们现在要一再呼吁的 那各位可以想一下 如果如果我们家里面有确诊的人 那如果你是他的密切接触者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3加4 一个选择0加7 如果你打满三剂疫苗的话 其实不影响你的工作 你可以选择0加7 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被这个居家隔离 你只要快晒因 你就可以出来工作上班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打满三剂疫苗 你最好的只有选择3加4 就是你一定要被居家隔离三天 不能够出来工作上班 影响你的经济力劳动力 那么第四天以后 你要快晒因你才能够出来 所以我说就自己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这个族群 这两个族群 就是我们社会的中间 30到64岁这些人 我们希望赶快在你上班以后 下班以后到我们全县 有87个合约的医疗院所 你都可以选择去那边 赶快就第三剂来做事打 县长黎明珍呼吁 青壮年族群是国家主要的生产力族群 为了保护自己 障碍家人 请30到64岁现名 如果还没接种第三剂疫苗 请多多利用晚上或是假日 期待健保卡以及疫苗接种记录卡 进出到本县87家合约院所接种 县长要在这边呼吁我们南投县的年轻的好朋友 我们30岁到49岁 50岁到65岁的 我们这些的县民县长呼吁 你们这些年龄层的 打第三剂的就比较少一点 县长是希望鼓励大家赶快去打 不然的话得到确诊的话就非常麻烦 尤其你没有打第三剂的话 抵抗力会减弱 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还有生命都没有办法受到保障 所以我们赶快的去打第三剂 然后你第三剂打完之后 你要到任何的公共场所 才可以不受限制 才可以进去处理 如果你就要两剂的话要进出 你需要的场所都会被限制 没有办法进去办公恰伤 所以县长这边呼吁我们这些年轻的好朋友 30岁到19岁 50岁到65岁的我们的县民 希望还没打的赶快去打第三剂 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 保护我们家庭幸福的美满 陈局长指出 由于接下来即将进入今年流感盛行高峰期 而新冠肺炎 BA4、BA5的新型变种病毒也可能来势汹汹 只有将第三剂疫苗打好、打满 才能有更好的防护与保障 特别是青壮年族群只要打满三剂 即使是确诊者同属家人的密切接触者 可选择零假期快晒婴免居客的自主健康管理 可以正常上班 让疫情对生活工作的影响降到最低 记者曾经智能都是采访报道